但是很少那么无聊的人会去做这个 那就是命理师 工水师才会去搞这个 就是因为他要来印证 所谓的良宅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学理 好 那这个连运你都知道了 这一个 因为运运可以管三年 就是891就是可以算是未来运 好 那这个叫做退运嘛 未来就是现在8当运嘛 就往前推891都还算OK 所以面向8的 面向9的 面向1的都还不错 好 那良宅以人命起兴 废兴 这个你们都应该简单 这个用查的 比如说1974年63年是叫八肯 男生八肯 你去对 这个是用查的 那如果我们 这个都讲过了嘛 2015年出生的 他是什么命 就是2015-1911-104年 1加0加4加 1加0加4等于5嘛 男生的话就从7对密属5格嘛 1、2、3、4、5 不是二分啊 3呢 是3正的 那现在说将3带进来 是叫做 那个要算说这个叫做 他指牌的一个飞星嘛 所以2015年3就飞入状风 那这个就是4嘛 那4我们这个挂位 你们记得这个叫做钱 对不对 所以钱命的人是不是本来钱叫做6 那今年飞了一个4来 就是6跟4的一个现象 那你们在讲义里面的第一 紫白飞星来看一下 104跟105以后 都是在谈双星 配对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 就是比较容易发生的现象 那6是不是如果以双星来讲 4也是退运嘛 因为离8运很远的嘛 那6也离8很远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其实就就是不是很棒 那如果是6、8呢 8是当运就OK 如果8飞进来 那9飞进来 6、9也算他们两个人 8跟9毕竟是未来的气嘛 所以这样看起来 所以8个命的人 跟9离命的人 比较有机会 因为他本身就是旺气 对不对 但是也不要高兴 因为如果配到2呢 2又是退运了 配到3呢 配到4、5、6、7 那就都比较不好了 所以一样都很公平 所以没有说哪一种命最好 只是他的个性 比较不一样而已 没有说啊 生到贪命的人是最好的 没有这回事 命再好也是暂时是他而已 那这个再看一下2016年一样 2016-1911-105年 然后明年的话就是变二黑入中宫的 二黑入中宫的 那月子白 月子白你只要记住 隐身四害年 生的是中宫一月 一月起二黑 一月起二黑 子五毛有年 中宫是八百起 八百开始算一月 那二月的话就是起 这是往倒退的 那程序所未年 今年是不是未年 所以今年就是五起 一月就五入中宫 五入中宫 你刚年都知道了 年是不是用男孩子的七 譬如说今年104年 对不对 肯定五嘛 那从七六数五就把三带进来 那是年嘛 那现在是月哦 就是一年104年 一月份像我六前命的人 一月份会怎么样 拿两个星重叠 拿两个星并在一起会产生什么 二月份三四五六七八 到九了以后就要恢复到一了 因为只有九星而已 好 如果不会算用茶的 在这里也都列入了 所以今年104年 叫做年是三入 四年星三入中宫 那月的话就是五入中宫 好 那这个免费的我们就散过去 好来 我们用这个表就可以来 关学习标签算了 二零一五年 我们刚刚说吧 二零一五年 等于 减掉一九一一年 四 一百零四对不对 一零四等于 一加零加四等于五 所以五 五是不是从男孩子的七对密属五 一二三四五 是不是三入中宫 所以三 有没有 三就进来了 那这样飞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都背好 有没有 这个里面 那时候第一节有这个公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这里就是九在这里 所以今年要特别的 男怕什么 男怕哪一个入进来 你怕哪一个 男怕五黄 女怕二黑 所以今年五黄是落入什么 七对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男孩子如果是七对的人 男孩子七对要注意 那二黑在哪里 这里 我小女儿就是二黑 我忘记跟她讲 今天要注意一下 因为她现在在国外 我要寄肝 寄这个肝子给她 不知道怎么寄 我叫她去那边考 自己考 自讯就是二黑 就是后一在那个 寄肝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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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放在东南方 在昆后里 今年才二黑 年二黑啊 那不是 那是昆年 这是圆盘啊 五六 写前面是原来的盘啊 但是今年是不是 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 是二黑在试训啊 所以那五黄是七对 五黄是年嘛 那二黑是落入试训 是年年年新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二 月星哦 月星就是 这里是不是直 丑 隐 对不对 那隐 隐身四害 隐身四害是二路嘛 二路中宫 对不对 那陈旭丑位是五路中宫 那只五毛友是八路中宫 叫做二五八 你这样记起来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记录 我们这里从这里 角落这里 一月份 这个叫做一月份 陈旭丑位年 五路中宫 那 只五毛友是八路中宫 好 那现在 五路中宫他是这样飞哦 五就飞到这里来 六七八九一二三四 对不对 一月二月啊 三月四月五月六月 七八九一 十一十二 你原本是三啦 要变三变三啦 后来二月份就是三跟二啦 那二三是不是豆牛煞 所以二月份的时候 如果你脾气上 可能跟先生会比较有意见 是在二月的时候 那再来找到 像有碰到二跟五的 像五就是不好的五黄嘛 这是二黑嘛 那七啦 三啦 这个都比较不好啦 碰到这个啊 那要跟你的这个盘 本来你是算正命的 要跟他比 那像这个钱呢 就是用六 六来跟月份比嘛 一月份是六 六六六 六跟六嘛 那五的话 六跟五来比 这是这两个星 你去看一下 再来 三月份是六四 那四月份是六三 五月份是六二 所以我在五 是不是二月份跟五月份要特别注意 因为有碰到五 所以我在这个月二月份 五月份是不是这个月 我在股票上 以前都赢钱 但是碰到这两个月都输钱 输钱还好不是身体 如果说身体不好那就更糟糕 所以说输一点钱 就是说什么 花钱效债 你这一到三四五六 然后在这里要记得 用你的本命的盘 月落入六 你就跟他来比 这两个 然后二月份的时候就用六五 那还有一个日盘 日盘排出来以后 就要用月盘 跟今天是 例如说今天又是二 那就是 用六跟五 比一次 然后再用五跟二 就再比一次 这个叫日盘 那我们大概日盘 你们看讲义 或者那一本紫百灰心 它都有把它调出来 那我们就不调到日 因为学这个命理 除了紫百灰心 推日 用紫百灰心 推到日 实在 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延展性 因为他讲的 大概有几句话 你们看那个几页 最后的那个 双心配对 他讲的也 就只有那几句话 在这里 108月 104到100多吗 到119 104到119都是在谈双心 那你现在 比如说你这个碰到三 三碰到二 那 流日跟流月碰到三跟二 论断还是那些话 所以代表用这个来论到 流日比较不贴切 论他们的年 在几年几月 倒是可以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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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那个什么 男生如果用到那个二黑 比较没关系到 男生比较怕碰到五 但是碰到二黑也算是不好 这两个型就比较不好 你是什么命挂的 三振 你也是三振 好 那我们来提一下 像 像今年 譬如说我女儿是孕的 那今年一月是不是四 四次比一次 那四三要比一次 再来 二月三月四二 再来 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 来 九月十月十一十二 他就要特别注意什么 因为他今年四二月本来就不好了 如果在五房价进来 是不是二黑五王有两个很差的 或者是十二月是不是二 那这一月也是喔 这一月三月 所以三月他刚好今年三月是 忘记了 他三月应该是在扣中 所以我要特别注意他九月跟十二月 因为一个年二星进来 月二星又进来 那是不是铁定比较严重啊 好 那不好情况二黑都已经扣 譬如说扣六十分了 这个二再扣四十 五是扣三十五来讲 那三至少也要扣个十五 也不好 七也要扣个十五 那除了九跟八是未来的气 还OK比较好 对不对 以这里是两个星 这个是好的气 其他这里都不好 那这里都不好是属于月份嘛 那加上它年又不好 那这个月就是加上了 所以分到这个命的人 因为五皇都已经扣六十分了 那再分到这个月份 一二三四五六 六月份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那特别七对命的人 就是这两个月 再扣个三四十分 所以会生病 会想不开 会忧郁 大概都会分到 双五皇或者双二婚 双二婚 那双二婚 这个更会那种更明显 是年跟月还要在几 那这个本来就要用年跟月 这是年嘛 年五皇对不对 那就是五二嘛 还有五五嘛 所以为什么说 它五已经扣六十分了 那像这个八百的人 本身八就已经忘弃了 你就忘了 他扣到五没有关系 他是扣 然后他本来是忘了 所以八五并不是很差 那对这个来讲 一八对一砍命的人 一月份是一嘛 二月份是九是不是很好 所以对一砍命的人 只要是二月份 你跟他二月三月 你跟他断这两个月很好 八九的现象你们看一下 应该不错 八八也不错 然后这里OK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也都很好 我是后来确认一下 八九我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是八月跟九月 对 是周四命 八是不是西四命 那这里单星解释是财星 正式文昌星 为什么还是不好 因为他们两个的组合 是绝命 所以这个月 一砍命的人 他在一二三四五 七月份的时候 也不会很好 那八跟三呢 三四也是一样西四 西四卦对不对 三也是东四卦 所以也不会很好 那二坤呢 二八 二本来就是不好的 所以七八九月都要小心 那十月一 一算是还不错的星 所以一八应该不会很长 至少有七十分 那这里就是九十分 九十分 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你大概就可以去拍这个星 那我们把它转换一下到明年 明年是不是叫做什么年 明年是不是叫做什么年 明年是二 在这里 二 这里是三 二三四 四 二三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五 一 好 那以正命的人 九 接下来是多少 就往后一个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九 八 七 这样会排 好 一月份是往后退位 所以你是七对命的人 这里就不是五房了 这里就变成四了 因为他一月份是四嘛 然后就是三 二 一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就这样 这个记好就好了 因为这个会跟八字的 那个记错了 他是因为隐身四害是二 那有的人会是 那是生啊 那是生子成 把他记到八字的三合去了 不对 这个是 是刚好是神奇丑位这样 公道是你累了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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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讲一次五是什么 入中空 噢 没有我说你这个是 隐身四害年 隐身四害年 是二入中空 二入中空 那这个是 臣 臣 臣 丑 未冥 是五入中空 这是月哦月哦 月子白哦 那再来就是 什么 这个是指五毛有年 我们看年啦 今年是以未年 所以我们这一组就是把五抓进来 五抓进来这里 第一个是 那一样照这种非二在这里 如果五在这里 那这里就是田径是六 那明年 明年是不是这一组了 隐身四害 那就是二入中宫 明年就把二抓到这里 那我们先确定年子白是什么 明年是不是一百零五年 等于加起来是不是六 那你就从男孩子七对数六 逆数六一二 但是五六二嘛 所以明年是二 这里是二入中宫 那年 我们先是非年 二 三 四 五 二三四五 明年是五嘛 那这里是六 七 八 九 一 所以明年什么样的人要注意就是二 二跟五的人 那二我们找一下二在哪里 二在中宫 二在中宫 那二中宫就代表在你家里的房子 像这一间教室的正中心不要动 因为二黑五王就是不要动最好 所以如果有电扇的话 有一种挂在上面在转的啊 或者你的电扇就不要放在中宫的位置 那一样这一间是你的卧皇 那中宫在这里 那代表你要把它延伸说五王也代表二坤 因为在教学上都是五王就会在四坤嘛 所以在西南邦 也代表明年的西南邦 因为他是在中宫嘛 那二我们就把它延伸中宫就是西南 就是记住这个是一个同事 所以明年的西南邦也是代表不要动 那还有是这个 五是不是 是八革命的人 所以明年八革命的人要注意 是五入他的命 那五进来就比较会麻烦嘛 不好 所以一样用那个 好 那个肝 然后再放一些阴阳水 放在哪里呢 就放在他的肯定位就好 八正方 老师你说八九不错嘛 那如果说正病遇到八的话 那如果说他刚好是六杀 这样子会有影响吗 正病是三嘛 对 那奔到八嘛 八还刚好是六杀的话 六杀对不对 那六杀就代表不好 那所以他的八还是没有用 就是 对啊 八如果再奔到八或者奔到九 那就OK啊 但是奔到三 他明明是一个东四怪 一个西四怪 他的六杀本来就不好 那如果月三规进来 年规进来是那一整年都不好 但是如果月那一个月而已 只要是六进来 六进来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是西四怪 这个也是西四怪嘛 所以六八的组合就比较好 所以老师103年加五年我就用八度中风去算月子 103年加五年 103年 今天 去年啊 对 去年103年 我们这是五吧 去年是 是这里嘛 知五毛友 你要看这一组啊 对 就把八带进来看月子白 把八带进来这里 月啦 月喔 月子白 八 那八的话再来就是九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所以在103年对前面的人 这里是不是九 一月份是不是九 二月份是一 往后退吧 八啦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九 八 七 那再往前推 102年是不是四年 四叫做隐身四害嘛 你就把二带进来这里 我以前背这个真的 我背的很痛苦 那这一口 突然间 看了一个 看那个刚刚我们那个公式啊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公式 那我想说我也学过指挥啦 但是不常用指挥在论 诶 怎么有归纳 原来这四组就是二 这四组 那这样很好记嘛 只要这样排进来二五八 是不是顺序都很对 如果这个搞一个五 这个二跟八就会乱掉 那就 诶 哦 原来就是因为 它是很有排序的 只要你在 把指挥盘弄在手上的时候 反正就是 这里开始了 这里是不是赢 这里是生嘛 反正这样就是二五八 所以这样我永远记住了 所以说月子牌 我就是用二五八 就是看它今年是什么年 把它套进来 这样 那里面是生 就是那一组 那到有年的时候 就变成这一组八度 你就这样套 应该月子牌就会改得很快 那你只要碰到你是什么命 只要你碰到二跟五 五就小心一点就好了 因为我们平常一整年就这样过 但是有两个月一定会碰到 那你这那两个月就小心一点 不管你是一命二命或三命的 通通一样只要碰到二 像二昆明的人比较注意一下 二昆明碰到二是不是双二 那又碰到五 那是不是一二跟二跟五 所以昆明的人 昆就是老母 她会怀孕是不是生孩子很痛苦 生出来以后还要照顾一辈子 所以昆明为母就是很难过 就是要负起很大的责任 所以上天赋予她 身为女人就是要承担很大的这个痛苦 所以你看二黑五 你看属于二昆明的人 她不管连碰到月碰到都是加倍的不好 所以我们要疼爱我们的老婆 是因为他们太伟大了 她所承受的那个运气 二黑五比我们不是二昆明的人多了 多了一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